卖月乐环是一种相对成本比较高的环 那么在这之前我们要看这个病人是因为什么原因来上这个卖月乐环 有一部分的病人上卖月乐环只是为了避孕 但是还有一部分的病人上这个卖月乐环 可能是因为子宫内门一味症或者是子宫腺肌症 它要起到一个治疗的作用 那简单的卖月乐环上完了之后和普通的环上完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休息一两天就够了 后面是不是需要继续的休息 要看这个病人本身有没有合并其他的一些疾病 儿子宫里面的感觉 恨变化 雷 嗷